哈囉小寶,現在又來到了我們的 寶爸說故事 而且我很久沒有講故事給你聽的對不對 那今天我要講的故事呢很特別喔 你告訴爸爸你在封面看到什麼了 一個人背著茶几樓 這一隻碗龍在做什麼 答對了 這本書的故事就叫做 碗龍溜滑梯 你會覺得這個碗龍超大隻的 對啊 你看他人那麼小 碗龍的頭整個就比他大那麼多了 對啊 真的碗龍夠大這樣那麼大 真的這麼大 天啊 那看到碗龍你會嚇一跳嗎 不會 你不會怕喔 哇這個故事一共有七章喔 有七段 那我們待會就一節一節來看喔 小寶這一頁你覺得這是什麼時間 這是早上還是晚上 晚上時間到了 太陽公公下班了喔 所以天色就暗了下來喔 這個時候呢這個小朋友他叫做巴巴 巴巴 巴巴不是爸爸喔 是巴巴喔 哈哈哈哈 是巴巴 是巴巴 對 巴巴呢一個人就在公園裡面玩喔 他就一直跟著這個溜滑梯 欸這是什麼造型的溜滑梯 哇 溜滑梯一起溜滑梯 溜啊溜啊 你喜歡溜滑梯嗎 喜歡喔 我喜歡 哇 都是這樣溜滑梯在做一個溜滑梯 哦 旋轉型的溜滑梯 就是這樣 結果呢 因為時間已經很晚了 你看 整個天色都暗了喔 就剩下巴巴一個人和安靜的蟲鳴喔 蟲鳴是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和安靜玩東西 蟲鳴的意思就是蟲在叫 這時候巴巴的表情你覺得他心情怎麼樣 很害怕 很害怕 嗯 那麼晚了只剩下他一個人 為什麼媽媽今天都那麼晚呢 平常啊 這個時候他都會來接我啊 現在玩到都沒有人了 天色越來越暗了 他覺得好緊張好害怕喔 到底怎麼回事啊 別怕 怎麼會有人跟他講話 你覺得是誰在跟巴巴講話 碗龍 碗龍 剛碗龍是一台溜滑梯 為什麼會變成跟他講話的啊 那個是他 他假裝變成溜滑梯 喔所以他本來是玩喔 然後變成玩具陪伴這樣子 對 就是陪伴他 沒錯 我陪你玩 喔這個聲音非常的紅紅亮喔 然後呢嚇著巴巴這樣東倒西味 呃巴是什麼事 巴是什麼事 是誰啊 是誰在說話 他趕快抓緊溜滑梯啊 可是這個溜滑梯竟然站起來了耶 哇變得好高好高 多高你知道嗎 剛剛路燈比他還矮你看 他現在跑得好高 對超級高 比這個還要高 比這個還要高 沒錯 他比樹還要高 比路燈還要高喔 我的天啊 恐龍溜滑梯 竟然變成真正的恐龍了 巴巴呢 就開始大叫喔 哎呀 巴巴呢 忽然狡猾了一下 結果發生什麼事 就開始 哇 哇 好像經過雲霄飛車一樣耶 好刺激喔 從他的脖子 來到他的背 最後滑到他的尾巴 最後順利的站起來 滑到了草皮上喔 哇 晚龍站起來 溜滑梯變得更刺激耶 這個玩伴也太棒了吧 這時候他自我介紹了喔 我是晚龍 我是小寶 很高興認識你 我也很高興認識你 好那我們要一起來玩些什麼呢 欸如果有恐龍你想要跟他玩什麼遊戲 想要坐在他背上嗎 溜滑梯 喔溜滑梯 喝的是大酒千 喔大酒千 因為啊 晚龍是一個出了名的高客 他長得非常高 他是一億五千萬年前的動物喔 那時候啊 到處都有恐龍喔 那你看 現在給狗狗的房子這麼小 欸呦 龍住得進去嗎 他搞不好一隻腳進去房子就垮了 晚龍太大隻了 或者是脖子進去 喔脖子進去 那狗狗會嚇死掉 喔 好厲害 晚龍呢 最大的特色就是他的前腳比後腳長喔 你看 他前腳比後腳長 晚龍呢綽號是恐龍世界的長頸鹿 欸真的欸 他就像現在的長頸鹿一樣脖子長長的 長頸鹿的身高呢是五公尺喔 看一下這隻晚龍等於幾隻長頸鹿 算算看 一二三 一二三 而且你知道晚龍站起來等於幾層樓高嗎 五樓 天啊 他站起來等於五樓的高度欸 真的是太高了吧 所以啊 如果你要在房子裡面養一隻晚龍 可不可能啊 你就要蓋五層樓高的房子 超級高 而且要很大的地喔 但是晚龍呢 他沒有很聰明喔 因為他的頭腦很小 有沒有 草食性的恐龍的頭腦都比較小 為什麼晚龍的脖子要這麼長你覺得 為什麼 因為他要吃草 為什麼他要吃草 因為草長得怎樣 很高 很高的樹 在地板上 不容易吃到 喔 可能地板上有其他的小草食性動物 像三角龍啊 平常在比較低地方的一些草食性動物 就會把地面上的草吃掉 那像他要吃這麼多的話 他就要把他的脖子變得很長 然後開始吃飽 分工合作 就是各取所需 親愛的晚龍啊 真是對不起啊 爸爸要套著他的口袋說啊 等我長大呢 一定會努力的賺錢幫你蓋一間房子喔 那這個時候 你看爸爸拿了什麼來 這是什麼 套拳拳 套拳拳 他拿了一條繩子 他說我要帶你去散步散散心喔 唉唷 帶恐龍去散步也太酷了吧 他又開始帶恐龍喔 你看他的反應是什麼 Oh my god 驚訝對不對 哇 他說啊 是晚龍啊 走一步啊 我們的人類要走40步喔 是不是很厲害 他走一步你要跑40步 走一步追要那麼長耶 對啊 晚龍走一步 然後人類就走走走走40步才跟得上耶 哇他來到了都市了 你看 你走這麼快 我怎麼跟得上啊 你看 晚龍走一步 你看爸爸在後面追得好辛苦有沒有 然後路上的行人看到都嚇死一跳 有沒有 說晚龍你走這麼快我怎麼跟得上啊 結果晚龍跟他說 報告主耶 我其實已經走得很慢很慢了耶 晚龍沒有騙人喔 他真的走得很慢了喔 像易特龍啊 一小時能夠跑40公里喔 但是晚龍一小時只能跑16公里 哇 差快三倍耶 因為晚龍的身體呢 跟六隻大象一樣重 所以他笨重的身體 讓他沒有辦法跑得很快 他說晚龍的骨頭還藏著一個很大的秘密喔 因為晚龍的骨頭啊 裡面是中空的 也就是說呢 他會減輕他身體的負擔 如果變魔術啊 把晚龍變變變變變得跟人類一樣大的話呢 結果人類會比較重 晚龍走八八跑 沒多久八八就臉色發白喔 蛤 蛤 晚龍快停下來 我不行了 太喘了 小主人呢喘氣 夏秘密說 你先吃東西吧 因為晚龍他的身體很大 所以他平常要吃的東西就很多喔 這個時候爸爸開始去摘樹葉呢 長寶寶最愛吃什麼 三葉 沒錯 結果他給晚龍吃 晚龍要不要 不要 爸爸問你 竹傑蟲最愛吃什麼 白拉葉 結果晚龍先生也說不要 天啊 晚龍先生怎麼這麼挑食啊 什麼都不要 那到底他要吃什麼草啊 後恐龍的時代是沒有芭樂葉也沒有商業的 然後他平常都是吃什麼 蕨類植物 銀杏 酥鐵 還有蒸葉樹喔 都是那個葉子很硬的那種 公園裡面有一顆銀杏啊 結果晚龍啊 吃幾口 就吃光光了 因為晚龍的食量怎樣 很大 很大沒錯 所以他平常都要吃超多 所以說爸爸就覺得 哇這晚龍根本就像一個 無底洞的胃啊 到底要幫他摘多少 他才吃得夠啊 啊 有進有出 真是不好意思 結果吃完之後 晚龍要幹嘛 大便 要大便了 你看他的大便 就像吐司流一樣 快逃啊 有沒有 被恐龍大便追殺 阿蘇啊 因為晚龍的牙齒啊 就像個鑿子喔 你看他的牙齒 有沒有 像個鑿子喔 他只能夠切斷樹葉 直接吞下去 他不像人類有舊齒 我們吃東西會磨 對不對 但晚龍不是 他就是咬斷咬斷咬斷 吞吞吞 咬斷咬斷咬斷 吞吞吞 所以他很快就把它吞下去了 就是用腸胃裡面的細菌 將葉子分解喔 來不及分解的呢 就直接大出來 樹葉都沒有消化完 就大出來了 所以還聞得到樹葉的味道 那我們今天的故事 會講到這裡囉 後面還有好幾張齁 那如果有興趣的小朋友呢 可以到我們的博客來去買這本書 這本書的名稱叫做 晚龍溜滑梯 你喜歡這本書嗎 喜歡 很可愛對不對 他會告訴你很多關於恐龍的知識囉 對 好啦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囉 謝謝大家的收看喔 我是寶爸 我是小寶 好寶爸說故事 我們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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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FREENBYE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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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